主料,新鲜墨鱼700克,咸菜200克,主料,有50毫升,粘一小勺,鸡丁两小勺,糖两小勺,黄酒70毫升,葱油,酱汁10毫升,水20毫升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把新鲜的墨鱼表面的黑色物质包掉,用刀切成格子状,注意用力要适量,不要切断了墨鱼, 鸽子状切完后,把墨鱼切成块状,尽量大一些,锅内加入油,之后把墨鱼倒入锅内翻炒一下,同时加入黄酒,盐,糖,鸡精还有姜汁,炒15分钟后出锅代用,把咸菜倒入锅内翻炒,之后加一些糖,把墨鱼倒入咸菜中一起翻炒,至香味散出后,加上量水分煮15分钟入味,最后将炒好的墨鱼和咸菜, 墨鱼在接隔子饵的时候,要切细点,这样便更加入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